有人嗎 有的話嗎 請敲上下 8號清晨 雲門催堤大樓 現時發現一名大陸籍女性遺體 搜救人員持續清除外圍異物 在瓦力堆中找到失聯的張正昌 他是漂亮生活旅店員工 疑似逃避不及 整個人被水泥塊壓在櫃台前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加上受困位置深達20公尺 還挖到近中午才順利將遺體送出 是只有趴著的空間而已 然後我們後來才慢慢把它擴大 變成可以蹲著的操作空間 然後裡面有很多大量的鋼筋跟水泥塊 現在搜救範圍 鎖地203號房 要找出四大一小的陸籍旅客 但房屋結構變形 進度緩慢 不過下午也有好消息傳出 失聯的住戶友人前往現場報平安 八之十的薛祖浴 昨天我已經有跟他聯絡上 然後也把機車借給他 所以他人是非常平安的 夫妻都安全出來 雲門催堤大樓 雖然失聯人數不斷下修 但房屋傾斜危險性高 希望盡快找到所有人員 在地毯室搜索後 直接進行大型機具開挖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